亚里士多德说过,离群所居者,不是神灵,就是野兽,那些敢于与群体保持距离,不受圈子影响,不在意别人看法的人,其思想和境界远远超出常人,总有或多或少外向的人,因为蜂拥而至是人的天性,不蜂拥而至是反人类的本性,就动物的本性而言,大多数生物都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,所以,它们混居在一起生存,即使是被称为智能生物的人类,也无法做到群居的习性, 尤其是在现在的生活中,那些与别人格格不入的人,在别人眼里就是异类,你在一个群体中待的时间越长,你就越不快乐,你的生活就越有可能出错,慢慢的,在如赋一日的生活中妥协混沌,不知道生命的意义,想要过得好,就要学会独处,不难发现在这些情况下,懂得独处的人,命运都是极好的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宁愿孤独,不滥交, 有一句话特别好,在这纷繁纷扰的世界,能遇到志同道合的人,已是命运女神至高无上的祝福,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,都有自己生命的意义,没有人是相同的,就连树叶也不可能找到完全一样的, 所以,很多人即使经历了一生,也很难遇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,这就是为何俗话说,千金易得,知己难求,有这样一种人,他们生活中,就是为了寻找与自己三观相同的人,而不会将就,宁愿享受孤独带来的平静,也不愿把时间花在不值得的人身上, 当然也有人是耐不住寂寞的,觉得好像自己没有知己,没有朋友,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,由此内心产生不安, 于是欺骗自己的内心,强行让自己融入自己并不喜欢的圈子,最终发现自己真的不适合, 就好像作家王小波一样,他就是一个喜欢孤独的人,从小就是这样,即使让他尝试融入社交圈,也会很快放弃, 一个人真正的成熟,是从享受孤独开始,为了目标而自愿孤独,每个人对于生命的定义是不一样的, 有的人觉得当下拥有的已经足够了,于是开始享受生活,也乐于交际, 有的人呢,尽管交际能力很强,但是心中有一个目标,催使着他前进,没有办法让他去交际, 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选择题,究竟是放弃目标,还是放弃社交呢? 相信很多人心中已经有了答案,都说穷在闹市无人问,富在山间有远亲, 懂得独立思考的人,不能用金钱来评判他们, 在接触很多群体中,我逐渐发现了一个道理, 能把工作做好的人,几乎都有独善其身的习惯,随波逐流的人, 大多数人混得不好,人生就是这样,我们把时间花在了哪里, 我们就会得到怎样的结果?工作以后才发现, 人拥有独立思考的重要性,只有懂得独立思考, 才能合理分配自己的时间,才会懂得取舍, 无数成就一番事业的人,都是经历了难以忍受的孤独时期的, 然后,回首这段孤独的时光,他们觉得格外珍贵, 人在孤独中变得坚强,或者在没有逐渐的过程中逐渐堕落, 如果想要做一番事业,就要有不被理解, 自愿享受孤独的决心,为了心中信念而孤独, 这一点在现在这个社会是十分明显的, 前段时间常常能看到一些年轻人说自己已经三十岁了, 突然发现已经不焦虑结婚了,自由似乎也挺好的, 无论如何,这是你自己的想法,什么人都无法干预, 因为你心中就是有着自由的信念, 就是向往一个人的生活, 甚至有些女孩子都开始准备和几个闺蜜一同住在海景别墅当中, 几个女孩子一同养老, 当然,这只是表达了一方面,并不全面。 唐音曾说,但愿老死花酒间, 不愿鞠躬车马前,车臣马足富者去, 酒斩花之品者园,别人笑我太疯癫, 我笑他人看不穿。 唐音有着自己的想法,想过自己心中向往的生活, 纵使别人说自己疯了又怎样, 自己悠然自得才是最开心的。 对于人来说,这种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富贵犹如水中花境中月。 你周围的一切都是虚构的,只有你是真实的。 说大了一点,人间的一切都是假的, 世间万物亦是虚妄,一切都是幻觉, 那何不过一种更自由洒脱的生活方式, 至少能够随心所欲,活出自己本来的样子呢? 宁可为自由而独处,也不要为和群而入群, 与其奉承不喜欢的人,不如独处悠然自在。 为了内心宁静而孤独, 杨将先生去世前,女儿和丈夫都已经先他一步离开了, 杨将一个人住在阁楼当中, 总是有人觉得他一个人生活太孤独,会导致心中欲解。 可结果恰恰相反, 他并不觉得孤独,每天生活习惯都很有规律, 正常走路运动,看书和整理信件。 这样的生活让他觉得平静,觉得安宁, 又回到了那句话,子妃于胭脂于之乐。 是啊,孤独与否外人说了不算, 人生短短三万天,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, 其他的又能奈何呢? 一切福气,借由心之乐而生。 吕碧成生于1883年,安徽经德的书香门第家庭, 吕碧成在家排老三,家里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。 父亲吕凤琪曾经是近视极地,家中藏书就有三万卷。 而且吕家的生意也一直做得如火如荼, 那时的吕家不仅仅是寿人主墓地书香门第, 还是富甲一方的徽商之家。 母亲严世宇,也是才华横溢的天之娇女, 具有着新思想的时代女性楷模。 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, 吕碧成在很小的时候就才华出众, 十岁的时候,父母就将他许配给同乡的汪家, 本以为以后会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。 没想到,父亲因病突然去世, 家里再无一个男丁, 族人就盯上了吕碧成家的家产, 开始巧取豪夺, 族中甚至有人唆使匪徒,将他们监禁起来。 吕碧成开始四处告远, 给父亲的朋友学生写信求助, 几番波折, 事情终于获得圆满解决。 因吕碧成的表现, 婆家觉得这个女子太不简单了, 过门后势必难以管束, 便找个借口解除了婚约。 而后,吕碧成和母亲无家可归, 就去投靠在唐姑任盐运使的旧父盐凤生, 这一住就是六年。 吕碧成到了二十岁的时候, 受违心思想的影响, 希望到天津这片洋务运动和违心变法的前沿阵地探访女学, 被保守旧父言辞骂子, 说她不守本分, 要她恪守复道。 年轻气生的吕碧成, 一怒之下, 决定不再委屈求全, 给母亲写了封信, 第二天就逃出家门。 离家出走的吕碧成, 当得知旧父秘书的夫人住在大公报社, 吕碧成便写了封长信寻求帮助。 此信恰巧被大公报总经理应脸之看见, 应脸之对吕碧成的文采连连称许, 并亲自前往拜访, 邀吕碧成到报馆内居住, 受聘为《大公报》的编辑。 吕碧成也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编辑。 应脸之, 在《大公报》的数月里, 吕碧成在报纸上写了多篇文章。 来呼吁女子解放与宣传女子教育, 吕碧成的这些观点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, 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。 从此, 吕碧成在文坛上声名鹊起, 走上了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。 当时追求吕碧成的人很多, 吕碧成的眼光非常高, 只看上了梁启超与汪精卫, 但他又嫌梁启超年纪太大, 比吕碧成大九岁, 汪精卫年纪太小, 与吕碧成同岁, 最后也就都不了了之了。 除了在《大公报》积极宣扬女权, 作为妇女解放思想的先行者, 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。 吕碧成积极筹办女学, 为了筹集资金, 他找遍了在今的社会名流, 最终说服他们捐款办学。 1904年9月, 北洋女子公学终于成立, 北洋女师范学堂。 在这方校园的净土上, 吕碧成为推广新式女子教育不遗余力, 他一干就是七八年, 既负责行政又亲自认课。 在此学习的许多学生, 后来都成为中国杰出的女权革命家, 教育家、艺术家如刘青阳、 徐广平、郭龙珍、周道如等, 他们都曾听过吕碧成授课, 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都曾在这里亲领吕碧成授课。 辛亥革命后, 袁世凯在京登上民国总统宝座, 吕碧成凭借与袁世凯的旧交, 出任总统府基要秘书, 后又担任参政一职。 他雄心勃勃, 欲意斩暴富, 但黑暗的官场让他觉得心灰意冷, 等到1915年袁世凯蓄谋称帝野心昭昭时, 吕碧成毅然辞官离京。 他辞职南下, 到上海做生意, 因为有着祖上的徽商基因和广泛的人脉资源, 他几年间就挣了一辈子花不完的钱, 成为货真价实的富婆。 1918年, 35岁的吕碧成前往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。 攻读文学与美术, 建为上海时报特约记者, 将他看到的美国之种种情形发回中国, 让中国人与他一起看世界。 吕碧成, 35岁的年纪本该已经相夫教子, 但吕碧成却早已看破红尘。 吕碧成说, 我的目的不在钱多少和门地如何, 而在于文学上的地位, 因此难得合适的伴侣, 东不成, 西不就, 有失机缘, 幸而手头略有积蓄, 不愁衣食, 只有以文学自愚了。 吕碧成终身未婚, 后逐渐开始对宗教发生兴趣, 吕碧成信佛后, 守五戒, 如素, 不在肉食, 而且大力宣传动物保护。 大力提倡素食, 互生戒杀。 吕碧成两度周游世界, 看遍了外面的风土人情, 于是再次重新审视认识自己, 打算换个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人生。 吕碧成欧美游记, 所以在47岁那年, 吕碧成正式皈依三宝, 成为在家居士, 法明万智, 其佛教修行实践, 以净土念佛为主, 与太虚, 常兴等当时著名僧侣多有往来。 1943年1月24日, 在香港九龙孤独辞世, 享年61岁, 一命不留尸骨, 火化成灰后, 将骨灰活面为丸, 投于南中国海。 吕碧成清白了一生, 也孤独了一生, 也许对于吕碧成来说, 孤独本身就是一种修行, 一种超凡脱俗的修行, 高处不胜寒, 也许正因为它是那样的高雅出众, 才华超群, 所以注定很难找到灵魂的伴侣, 有时遗憾, 未尝不是一种美好, 因为看透一切, 才会写出别样的心声。 人们选择独自生活, 是为了内心的平静和幸福, 这是一种大智慧。 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, 人年老以后不是越合群, 而是越懂得享受独处的时光, 希望你我, 即使是孤身一人, 也能在余生保持一颗快乐祥和的心。 读国学经典, 误人生智慧。